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FS68财经学院出品的每日操盘必读 我是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峰 今天是2019年的2月18日星期一 那么上周的美元只是收线其实还是很好看的 那么收了一根带上一线的阳线 那么设计之心 短线的话由于顶部的背离还没有消失 可以继续关注价格下行的一个风险 那么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其实上周我们一直提到过了关注 那么786跟886的这两个位置 一个是在96.15 一个是在97.15 又是97.40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区域之内价格的回落 其实还是表现出来了很强劲的压力 从短线的走出来说 我们发现一些那么短周期的顶部的背离 也是非常有效的 从操作本身来说 目前价格的话 我们如果是在上周有布局了97.20到40区空单的话 往下去关注96.70的支撑或65的支撑 那么跌破这个支撑之后 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去 看一下更低的96.40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的话 由于有顶部的背离的出现 所以看一下能否有更大的一个下行 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品种的黄金 黄金的话其实上周的收线还是很漂亮的 还一根的大阳线直接就拉上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收线来说的话 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那么一些的压力 比如说那么130的压力也是有上不上的迹象 因为收线本身的话没有特别大的上破 所以说短线的话还是可以关注这一周的收线情况 那么二线级别的话 目前价格的顶部的背离其实还没有消失 所以说我们对这一波的话 如果真的创出了新高 那么要防范 看一下价格是无形顶部的背离 持续的背离是不是出现 那么从短周期来看的话 目前的价格已经毕竟前期高点 132726的位置了 其实我们的观点是 1320上方其实都不适合去追多单的 所以说对于目前来说的话 如果是有一些中线布局多单的投资者 可以去持有 那如果是你没有一些中线的多单的话 短线想要去操作的话 我觉得可以暂时的去观望 因为今天是周一 周一的话 周一的亚盘其实价格的冲高 也未必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另外的话 今天的话是由美国的一个休市 美国的总统日休市 所以说美盘的话可能会天天休市 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个波动情况 所以今天的话 我不建议大家去追多单 那么想要去进一步操作的话 从短线来说 如果是激进的话 可以看一下回落到1315的位置 能否有再度起稳的机会 那如果是价格往上去冲高的话 那么冲高到比如说1333的位置 1340的位置 那么也是需要再度去关注价格的一个 冲高回落的一个风险 这一周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 因为这一周如果是价格 真的就是周初的拉升 然后周末回落 可以说在下半周回落的话 其实就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信号了 那么这个是黄金 从转线来说的话 还是要去防范价格的回落的风险 那么看一下白银 白银的话其实思路跟黄金一样 这一波的话回调的位置其实没有给到 那么从转线来说价格目前又反弹 而反弹到15.90到16位置的话 我们还是会关注价格的回落风险 而回落到15.35这个位置的话 可以关注能否再度的有一个这样一个做多机会 就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去走的 比如说往上先反弹一波 然后再慢慢的回落 然后再去启吻一下 然后后续的话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去走的话 直接拉升还是再度往下去走 但是从短线来说的话 这一块的一个走势 其实我们还是有种预估它的风险 另外的话 从欧元英镑 欧元纽约来说 其实目前的走势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周线级别来说 这一波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它的底部的布局 就是上周五的话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投资者 我相信的话 包括很多学员也是在那么1.1255的下方去布局了多单 因为我们会发现 我们一直是关注的这个底部的信号 它没有消失 那么从短周期来说的话 那么从小周期小级别的长下引线 那么快速的收回 那么出现了个假突破 那么所谓不破不立的话 那么快速下跌之后的拉回 也是使得了 那么日内出现了一波反弹的这样一个机会 从短线来说的话 目前价格在44小时级别的压力 1.1330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是被有效上破的话 因为现在4小时级别也是非常好的 底部持续币的信号 所以如果是能够上破1.1330的位置的话 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看向1.1380的位置 而进一步的位置可以看到1.1540 而想去中线布局的话 什么时候想确认欧元 它的这样一个底部确认的话 还需要上破1.1540的位置才可以 所以这一波的多单的话 如果是我们有介入的话 就先紧上去持有 那如果是你没有的话 关注回落到1.1290的位置 可以再次去关注多多的机会 那么英镑的话 4路跟欧元是一样的 英镑的话这一波也是回落之后 那么快速拉升 昨天一定阳线其实拉升的还是很强劲的 昨天其实我们应该是上周五 上周五的话 其实我们发现它的回落的位置 其实没有跌破前低 它跟欧元不一样 欧元是出现了一个不破不利 先破了之后 假突破再拉升的情况 但是英镑的话 将来是还是比欧元强一点 几个下引线收入来是和网上去反弹的 所以说两种做多的话 其实不一样的 对于英镑来说的话 如果是你想去做多的话 可能没有给到那么好的信号 那么好的位置 你只能是根据这一波的一些下引线 那么就关注后续的一个拉升情况 目前的话 英镑已经是到了1.29的位置了 转线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关注收线 小1.29被上破的话 那么可以进一步的往上去看的位置 是在1.31的位置 短线的话 我觉得其实上评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所以继续关注它的一个上评机会 澳元的话 那么这一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的话 从它的周线收线 其实还是跟阳线 但是由于上上周的大阴线收线太差了 所以还是不确定它能否真的起稳 但是从周线级别的底部信号来说的话 还是有信号存在的 所以还是可以关注价格继续的一个上评 那么日线级别的话 价格目前在0.716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首次去触碰 那么还是要反弹价格的回落风险 而如果是有回落的话 看看能否出现回落到0.7120的位置 能够再度的往上去反弹 就是0.720的话 看有没有做多机会 因为这一步的话 澳元它其实跟英镑一样 它没有完完全全触碰到 我们所布局的0.7020的位置 0.760是触碰到了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关注的 0.760的位置应该是有一些机会的 但是没有更低的0.720 所以如果是你在下方没有介入多段的话 你在这一波回调之后 也可以关注一些多多机会 纽约的话 从它的日线级别来说 你也发现它其实从走势来说还是比较强的 周线的话也比较强 目前的话已经是有在测试前期高点了 特别是月线 我们也提到过了 其实月线收线是这些品种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品种 而且有可能纽约是第一个去上不强 直线压力的一个品种 那么从短线来说的话 也是比较强势 那么想去操作的话 也是以回落一小时跟四小时级别的均线的支撑 所以这样一个再次去做多的位置 那么如果是稳定的话就暂时去官网看一下 上破了这一块的压力之后 再去布局一些多单 另外的话 每日的话 111附近的空单有50个点的盈利 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下破小时 小时的 10.20的位置和110的位置 所以说想要去继续看空的话 还需要多些耐心 因为不跌破这个区域的话 是很难打开下行空间的 所以说有空单去减仓 在这会儿去减仓之后去持有 然后看一下能否去突破这一块的支撑 美瑞的话应当非常不错 那么上周五的话 周五的反弹又给到了一次的做空 我们看到其实 一根阴线睡下来之后 又是一根的上影的阴线 上影的线 而上影线的话就恰好是给到了我们一个做空的机会 所以说对于美瑞来说 如果是有1.0060附近的 65附近的空单的话 目前的话有35到40个点的盈利 可以暂时去持有 然后没有参位的话 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反弹 反弹到1.0055附近 看是否有些回落的机会 另外的话就等到下破了这块的支撑之后 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反抽之后的一个做空 那美瑞的话 从走势来说 我们要去防范的是他的背离的消失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出现了金差之后 如果没有创出新高的话 他就可能就失效了 后续就不能根据背铁再去操作了 然后就是美加 美加的话整体来说也走的还不错 我们的这一波的空气一直都没有离场 特别是高位的空单 那么从短下来说的话 价格重新跌破了四小时跟日线的支撑 还是不错的信号 那么操作的话也是两种方式 接近的关注1.3265附近到70附近的压制跟短空 它既是小时级的减压力 那么也是一小时级的减压力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看一下它是否可能会有 这个位置的话 它其实有一定的背离的存在 有背离形成了 那背离的话 如果是跌破了前级的低点的话 那么也是可以关注它下破之后的一个反弹 之后做空机会 就是关注一下1.395的位置 两种方式 一种是反弹 一种是下破之后的操作 然后的话 原油的话 其实我们在上周四周五 一直说你暂时去观望一下 不要着急去做空单 也不要去追多单 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 你看到周线其实很强劲 一根阳线直接拉伸 两阳加一阴的走势 那么日线的话 也是不错的光头的阳线 所以对于原油来说的话 继续关注回落周的周多 回落位置于54.65的位置 所以占一个支撑跟做多机会 那么进一步的支撑在53.8年的位置 去关注做多 两个位置的话 后续我们都暂时采取一种低多的思路 纳斯达克的话 去做空的话 暂时负面比较大了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看看它能不能形容 持续的顶部的背景 从走势来说 周线被上破了 藏压力 那么进一步的压力 可能在7300附近了 日线级别的话 也是被上破了 这一块的盘整的压力 那么四小时级别的话 6955的支撑 还是没有被下破 所以说这一波的 我想去再去做空的话 我觉得两种方式吧 第一种是关注反弹 7300附近的做空 要么是等到四小时级别 那么一直是 那么支撑价格上行的 这个均线被下破了 那么去关注价格的一个 下破之后的一个空 两种方式吧 一种是更高位置的反弹 一种是能下破之后的一个空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 各频的情况 从基本面来说 其实这一周的话 没有特别特别重要的 基本面发生 然后去关注一下 各官员的讲话 看是否有些 这个不错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这一周的话 欧洲央行 加拿大央行 美联储 官员 都有些讲话 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新的信号暗示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 今天的每日发并读的 全部内容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